又有一条小生命断送在自己的父母手上 排东县一名没有成年的小妈妈 管教还不到两岁大的女儿 方法竟然是抓她的头去撞地板 隔天这个可怜的女婴就不幸死亡 现在妈妈也被警方依杀人罪嫌依送法办 警方收赠的照片 证明两岁大的女童死在婴儿车上 地上还留有阿嬷为她吃过的面包 女童的母亲一度报案指称是被面包噎死的 但20号案情大逆转 法医相验女童是死于颅内出血 身上也有多处伤痕 证讯后女童的母亲坦诚动手打过女童 警方将她依杀人罪嫌移送台东地检署侦办 因为她是个有习惯性的打小孩子 她最主要是抓这个小孩子的头 撞这个地板 所以造成颅内出血 警方调查涉嫌打死女童的这名母亲只有19岁 因为先生在苗栗的高铁当工人 于是带着女儿从台东搬到苗栗住 这个月11号疑似因为女儿不乖 自己心情又不好 才出手抓她的头撞地板 当天又因为自己犯窃盗案 要回台东开庭 就带着女童赶回台东丈夫家住 结果隔天女童就死亡 家属也很难接受 台东县社会处现在也查出 这名年轻妈妈生活复杂 曾有过性交易被查获收容又逃脱的记录 但一直都躲在外地 年纪轻轻就有两段婚姻 一共生了两男一女三个小孩 但只有这名死亡的女童跟着她 和现在的丈夫住在苗栗 不过社会处现在要进入调查 另外两名男童有没有受虐 目前这名涉嫌打死女童的母亲 已经被检察官收押 全案由台东地检署深入侦办当中 记者张明哲台东报导